KC好 關於這個47人案就空空烈烈了 45名被告是受到重判的 美國的務院就說 將制裁有關的香港官員 美國都是生氣爆爆 對香港未來的經濟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沒什麼影響的 如果他選個人制裁 因為個人的制裁之前都做過 都不止一次 最多就不讓個別的官員入境 或者聲稱凍結他的資產 他可能外面都沒有資產 你都沒有東西可以凍結他 他做得那個位置 他都預料不去美國了 所以又看不到什麼影響 如果你的制裁是 譬如落到一個企業層面 事實上有的 個別有些公司是被制裁過的 但是如果你的規模不是那麼大 可能影響都有限 你真的有影響的制裁 就可能整個行業不制裁 但是在香港都沒有做過 甚至整個國家這樣制裁 像俄羅斯這樣 更加現在都沒做到這件事 如果你不是做到那些對經濟的影響就有限 甚至就算你真的這樣做也好 譬如說 你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國家這樣制裁 其實俄羅斯他很長時間都沒有靠美國 變成影響都看不到 當然他的數據可能都是假的 但就算真實這樣說 究竟有多大的影響都很難評估 美國國務院還呼籲香港當局 立刻無條件釋放這45個人 但是他們會不會真的釋放呢? 我真的有點懷疑 可能不會 可能不會 姿態上你這樣叫而已 共產黨坐你都不釋放 你叫他減營 他也不釋放你 釋放 他也想得上訴加刑 所以我想 美國的事情也是 你如果在一些比較高調的事情 他就要表態 你要問到他 他就詳細回答你 但是你叫還叫 你叫完之後 有什麼實質的效果 沒有實質的效果 所以只有叫而已 你叫完之後隔兩天 新聞報完之後 大家就沒有件事 其實這方面都沒有辦法的 在這方面 過了幾天之後又淡了 但是他都說會損害香港的國際聲譽 KC你怎麼看? 香港沒有什麼聲譽可言的 今時今日 你這幾年做的事情已經是舉小佳見 舉小觸目 還有什麼聲譽可言的 以前那個年代 大陸都是想打入世界市場的 想和歐美做生意的 香港就包裝成為一個比較綺麗的地方 但是自從現在這個人上了之後 他完全都囂張拔會 根本都沒有打算繼續同歐美來往 如果你一心都不想著跟外界繼續以前這盤生意的話 那香港的形象根本就無關痛樣了 在這個層面來說 已經反轉豬肚子了 現在已經是 所以他完全不介意 這方面不介意 所以中共死之不怕 滾水綠 有關英國和歐盟都是譴責的 中共在香港實施這個港版國安法之後 就說 侵蝕了香港人權利和自由 香港是利用這個國安法以刑事罪的打壓 就判了這45個人重刑的 那它是不是利用這個國安法又去犯法呢? 就是對於海外的人來說 就是覺得他們是非法的去審判 簡直就是天大的陰暗了 是啊 基斯 你這些合法非法這些就沒有什麼準則的 老實講 如果用當代比較文明的價值去判斷 那當然這些東西就很無稽的 是吧? 譬如說 在民間搞一個選舉 就是你很明顯知道那個選舉根本沒有法律效力的 它基本上是一個民意調查而已 是吧? 它可能搞一個民意調查 然後有一些立法會議員去投票 那你如果他本身已經是一個議員 他有這個身份的時候 他有個權利去投他想投的票 是吧? 你民眾授權了他 就是你用任何一個角度說 你基於這些言醒有的法律 你無法說他犯法的 甚至你說否決了某一個案 包括預算案 最終你導致如果你說行政長官要罷免他 就算基本法都寫好了 就是你如果 你用那個法律的角度說 戴耀廷那些就是這樣跟他說 但是你跟共產黨的法律就愚蠢 很天真的 他從來都自己第一個不守法 他隔一插一條法律就是國安法 接著他把口說你犯法 就是他講而已 是吧? 他都拿不到什麼證據說你犯法 他說你犯法你就犯法 接著就抓得了 抓得了接著就坐得了 其實他的玩法是這樣 他的玩法是這樣 你明知道要這樣 他這樣玩 你要跟他捏 那你也都遇到後果 就是譬如你當時佔中那些 甚至你出來公民抗命那些 他自己也都說明的 他是耳朵擊石的 那你耳朵擊石的話 你就有個後果 你就是跟他捏 你現在擺明就是要爭取一些東西 當然你的心態可能你只是爭取一些東西 我爭取一寸而已 但是他覺得你得寸盡尺 他覺得你現在在搞太平天國 想留潮範圍 想反他 那他覺得你反他就怕他上來 他就亂來 那你在這個角度你又知道他會亂來 那他是亂來的話 你可以怎樣爭取他 你爭取他就不進去 那就變成你去到這個層次 已經不是討論法律的層次了 整件事一早的本質已經超越了法律的層次 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的事件 就是他覺得你繼續搞政變 那他會動你的 那他動你的時候 你已經再升華到已經不止政治的層次 他根本是強暴的 他已經出動一些武器去鎮壓式的手段 這個層次已經是軍事的層次 都不是政治層次 鬥惡的 就是他講到動物界最基本的層次就是鬥惡 施殺 那你若有強食之下 你一定不救他 是吧 你說槍說炮 他一定都餓你 那你任何角度都不會贏他 你會輸贏 那你輸了就成功敗交 就是你歷史上你看 你看看中國這麼多年 有讀中史就知道了 從來都有人造反 你造反就差不多 你造反輸了那個 那你現在中史怎麼寫那些造反的 其實你有沒有給那些造反的 那些造反的 其實你造反贏了你就伸了一個條罪 你輸了那些就被他抓去殺 其實那個結果是很簡單 你贏就贏 成王敗救 你輸了就被他困著錯弄 他肉材真本上任得他 所以我想你從一個時空的角度說 你可能會有一種情緒 尤其是如果你身處的空間在香港 你身處的時間是2019 那你當然很多東西看不過眼 很多東西會很上心 任何人都會 就是任何人有情緒 包括你我他 但是你時候過回來 你拉闊一點的鏡頭看 站遠一點點看 其實歷次這些事情都是這樣的 就是之前不是沒有例子 你有五十一年多見過八九六四 八九六四都是這樣的情況 結果後來搞和了 那些人有什麼下場 要是被他殺了 而不是被他殺了 被他殺了被他困住 困死為止 如果不是困死為止 你出來的那些 又是變回生意佬 你出去保外就醫那些 其實你出去可以做什麼 現在其實還有很多是 有很多霞想很多衝頂 想說海外港人出去了 不知道搞這件搞那件 就是你不在他那個範圍 你不在他領土裡搞什麼 你惡得什麼 你射回大爆炸 就是你外面做不到任何事情 你做不到事情的時候 當然你姿態上 你可以表達 你可以訴說 你可以情緒的發洩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你行動上 你沒有事情可以做的 你可以做什麼 你比如說那些美國議員國會 其實美國都不理你 就是現在美國看大陸 看香港的那個角度 都是一隻棋 當時你是一隻棋 西藏一隻棋 現在兩隻棋都沒有了 就歪了 只剩下台灣 大家的焦點一定放在台灣 放在香港 你再拿很多事情 跟國會議員講 跟特朗普講完之後 他有他的盆算 就是你看到那邊的那幫人 其實都是 特朗普大頭 是一個很顧私利 是想自己 如何清除自己的人 就是如果你不是他 上他的利益的話 擺到他自己的利益上 他不會理會你的 所以 就是 整件事 我會這樣說 你隨著 你這些判決出來了 就停止了 這件事了結 你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他現在也都 可以這樣說 不是下一個很重的判決 你輕早就相對 你一說出來 你可以罵 隨便你 但是 起碼市場沒有反應 現在整個市場 聽完之後 有些建制也好 自己都被預了 你預了的話 就是在預期範圍之內 他也都叫做 希望這件事 適時迎人 因為從這幾年來看 他贏了 他任何角度去刑進你 他言論封殺你 人要抓你 你從他角度去刑進 如果他現在再拎出來 他自己也沒什麼好處 他當然是 趁特朗普上場前 蓋上那件事 叫他判掉 肥佬黎那些可能搞不掉 磨了一陣 那些有牌坐 坐到死為止 但是如果你只剩下這一閘 其實這幫人老實說 又沒有搞過什麼 他真的想搞過民調 接著就說什麼生肯加投票 你對共產黨來說 啟不過眼 挑起不強 但是一回事 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麼行動 所以就搞定了 是 美國都說中共是獨裁 最怕這個獨裁者掌握了權力之後 他可以改法律 就是說他講的話就是法律 他說45個人有罪 不留意 是啊 他說45個人有罪就是有罪了 是這樣的 就是說 覺得是被人感覺是無法無天 是KC 那從來都是的 你中國幾千年什麼時候有罪有天 從來都無法無天 從來都是獨裁 我都沒有見過中國有民主 都花不上這麼久的時間 那沒有 你這麼久一直都沒有 你都很難從哪個角度說 他又變差了很多 他一直都是不壞的 那你自己 你現在美國 你現在那個制度 都是經過長年的施殺打鬥 就是歐洲就打了很多年仗才是民主 美國也都來戰過 那你其實在中國近些很多年都沒有這些事情 打到布林布蘭 說的是戰國年代 就是再之後 你說的是一個朝代 換一個朝代的那種打 就是不至於說 裂開幾球都亂了 所以目前都沒有怎麼出現過這些事情 或者出現的年代太早的時候 你引用不了民主 民主就是這幾多 一百幾十年的事情 一、一、二百年的事情 我相信 即是你回到可能 一個世紀或以前 你就算走去歐美說民主 其實那種民主 跟現在民主都不同 那 即是你現在這個年代 又沒有一個土壤去 去醞釀這種這樣的內戰施殺 那你沒有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沒有那種契機去改變那個環境 所以它一直獨裁 那當然是維持下去了 不出奇的 那獨裁 現在就很多那些外資都不敢來 本身香港的經濟就非常的不好 現在外資更加 一看到這個45個人重貨 是不是更加害怕呢 即是不敢來香港做生意啊 投資呢 那以後香港 那不是的 那不是的 外資呢 那你全世界有多少地方有民主呢 很少而已 你全世界數一下 只有歐美那些 那些先進去看 只有幾個 十個 十來二十個 可能都數清光 即是 剩下大部分 臨世界很多地方都沒有民主的 有的都是假的 很多地方都說自己投票或者選 實際上 又有貪污又有賄賂 出來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你真真正正很均真的民主 其實很少而已 即是這個是一個烏托邦 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就是 但是就是 整個世界 甚至整個宇宙都是弱肉強食的 有權的那些話事 有錢的那些話事 即是你放權給每一個人去話事 大家等額等值這樣去決定所有的事情 這個是 不是一個自然的狀態 不是一個自然的均衡來的 即是你有幫的一個想法 你可以 你可以 希望 但是不可以強求 他發展到就發展不到 所以 其實投資那一屆都很明白這件事情的 你不是說 如果我只是先進去看有民主 我才去投資 那你就下去買美股 下去 你買貓在美國貓在歐洲 你出不了去 那些人出得去就陷阱了 沒有民主就不買 那你全世界都不用買 他又不是這樣想的 即是有時候 你沒有民主的地方 獨裁的地方 你突然間 有些東西有概念 就炒起了 你那些A股都炒過了 中國經濟也炒過那一輪 早十年二十年都有一段風光日子 不是沒有的 不過通常那些是一回合過 不耐炒 炒完之後 即是你不會永遠長期的放些錢在那裡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不會放很多錢在那裡 即是你譬如投資申請市場 你當有些exotic的東西 賣外面 是吧 我擺一點點就當賭錢 賣crypto啊 賣NFT 給一點點 真的沒有所謂 不會沒有錢買 會有錢 投資不過不會很多 還有不會很Long-un很長期 即是你長期你要聚財 你要積聚一些錢 那美國這樣 瑞士這樣 這些就是做到資產官 你長期來說 即是你長期來說 你長期有錢肯放在那裡 那你的制度要好要穩定 那民主就是確保你的制度穩定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 你沒有民主你就確保不到 你獨在 你靠那個人 那個人一掛了 那些人永遠是看新聞 那些人死不死 會被暗殺呢 如果死了換屆會不會亂呢 就是永遠都是看這些東西的 所以從來 如果一個人說是那些 你哪個國家都好 都是有這個封嚴 那你民主就保障了那個穩定性 你穩定的話 那些錢就想放在那些穩定的地方 那 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就是關於美中經濟的 因為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就在2024年的報告就表示 取消美國在2000年 給中國最衛國的待遇 就可以改變中國的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這個可不可以改變呢 這個 我想他取消了是理順他下關稅那件事 因為特朗普就擺明打貿易戰 你打貿易戰的時候 就不會再走那些 當時講的最衛國待遇那些 就是大家低關稅甚至零關稅去便利貿易 那你有一段時間 就是得中國是做到便宜價貨的 那當然美國就 就是 就是 當然是會馬著你和你釣的 但是現在 全世界很多地方在做著 當很多地方都在做著的時候 它不一定要靠你 它不一定要靠你 你現在你崛起了 你想 你想打低它自己坐世界霸主 那它當然是 在這方面跟你砌過了 那如果是取消呢 可能會導致美國對大量中國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稅 這樣就可能激活過去對中國貿易行為的年度審查 那就好像比了最為國的待遇之前那樣 說有些複雜啊 它這個 它一定審查的啦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待遇的時候 它變成了不是一個白名單 就是不是一樣東西都自動過的 那每個類別 甚至每個細項去逐樣看下多少稅 但是 其實現在特朗普他都可能簡化了 一刀切60% 一刀切60%就不用做的了 很老實 如果你在很多貨品或者企業來講 你的利潛是說幾個到可能十多二十個已經很盡 如果你關稅舉凡去到三分一 譬如你現在收電郵車在說三四十個巴仙 那你其實已經搞不定了 沒有一路的 所以如果你說再升級到一個幾十巴仙的關稅 就沒得搞的 是 沒錯 好 那多謝KC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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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